第三则 还有一则 是 by the way 刚才德才说 他是去年世界杯过后才来看我们抢先的 所以可能 世界杯是几月的事情 六月好像 六月 去年六月 七月 哦 有这样久了哦 这样久了来抢先 或者你可能中间有来客串过 可是他没有看到还是 ok 好来 第三则新闻是 ok 这个是第八版的新闻 逢坐毕倒的摊位 有人35元租下之后呢 三月底到现在都还没有开档 有住在循环路附近的朋友吗 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这家摊位 到底 有多么的神奇啊 每次坐都坐不起来 对嘛 他是在循环路第79座的小犯中心 对 所以这个循环路呢 我的同事他住下去啦 去采访 因为说为什么这个摊位35元标下 可能有些故事啦 他下去问的时候 然后很便宜是不是35元 35很便宜 其他的其他的摊主 那一那个小犯中心摊主大概 租金都是1200左右 所以真的是差很多 35元跟1200 对 ok 真的差很多耶 差很多 ok 好 对 所以他就下去采访啦 怎么知道说那个摊位 哇 完全没有开了 他不止没有开 然后他也没有放招牌 铁门拉下的 所以从旁边望去 就除了水盆外 里面完全没有一件厨具都没有 所以明显是说他还没有开始营业啦 连要买什么东西也不知道 都不知道 对 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其实是在3月的时候标下的 现在已经5月了 两个月还完全没有动性 对 所以那个旁边 他就问了旁边的小贩 小贩是讲说 可能是因为标的很便宜 所以如果是他自己的 换作是他自己用35元标到的话 他应该不会自己做 他应该就是转租给其他人 这样的话你可以在家跳咖 然后还可以收租金这样 所以可能摊主 这个摊主他可能还在找另外一个摊主啦 对 然后然后就有个摊贩 他就透露说 那个真的是逢作必导的一个传言 所以他讲说在那边做的汤味 有些卖的东西都很奇怪 不然就是卖的太贵 所以撑不下去了 所以有卖什么奇怪的食物呢 奇怪呢 比如说豆浆拉面 你会吃吗 我一听起来很有创意啊 这样你会吃吗 看他的面怎么煮 就是可能拉面汤 可是那个汤换成豆浆了 对吗 所以如果 刚才是自己尝试啊 你买豆浆了 然后买拉面 拉面啊 快熟面可以吗 应该会很奇怪吧 快熟面 如果是拉面那种原味拉面 可能还可以 嗯 只是你的 可能你这碗面他就 因为通常你吃拉面可能是咸的嘛 可是你吃这碗面大概就是甜的 是 这有点 就有点奇怪 OK 不知道 反正我可以豆浆拉面还有什么 所以 还有另外一个是卖的太贵 所以他卖大头虾面呢 一碗就8元 然后10元 嗯 所以因为那边是小贩中心嘛 而且循环路很多都是比较年长的距离 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去吃一个8块是10块的虾面 或者是舍不得用很多钱去吃 所以他真的做了一年就不见掉了 OK 那个豆浆拉面的做了几个月就撑不下去了 他只卖豆浆拉面啊 如果说他还有卖其他的豆制品的话 可能豆花水啊 豆花可能他还有的做 可能可能 如果是豆浆拉面就有点奇怪 不然我们去找一下啊 我们有没有报导过豆浆拉面 可以去跟进一下 对对对 但是他就那个旁边的那个隔壁的小分就觉得说 他味道很奇怪咯 就不符合本地的口味 OK 明白 但是他讲最稀奇的还是最短 他在三天内就停业了 三天 我在想 OK 所以这个是重点 所以我刚才问我的我的同事说 到底他卖了些什么东西 他说那个摊饭都不记得 因为只有三天 因为时间太短 三天 他都忘了他卖了一些什么东西 三天他不见了 对了 然后就几年过后 然后我也不记得他到底买了些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摊位为什么的风水不好 不知道 所以可能卖的东西真的是贪主的问题吗 就是买不是太贵就太怪了 还是我们去找个人去那边卖鸡饭或者肉搓面之类的 比较常见的 会不会就可以做起来 如果也不可以的话 就 真的可能风水不好 我们去我们要找那种很好吃很好吃的叫他们去做 因为其实三十五元很便宜啊 所以如果那种有名声的他有名棒的他们去那边开 可是问题是现在是有人租下了 可是这个人又没有出现这样子要等到他可能放弃或者是结束那个租约可能 但是其他人才有机会去标这个摊位来做看看 嗯对了 对不对 OK 所以 所以刚才我问我的同事说 其他的小贩对吗 他们的租金在一千两百元左右 嗯 所以我在想说 为什么他们不要租下这个三十五元的摊位 反正在隔壁嘛 所以他们也不会流失顾客 嗯 但是他讲说可能跟合约有关系啦 可能还有合约在审 所以没办法跳去另外一个摊位做 OK 所以那边的食客讲说 其实那边的食物都很美味啦 选择也蛮多的 只是说这几年可能客流量明显的减少了咯 但是呢他们小贩还不至于说绝望啦 因为附近开了一个新的政府组物咯 就是可能是BTO OK 所以他们现在有了新的人潮啦 所以希望说生意可以变得更好哦 那是 嗯 好啦 然后我们看一下 Yu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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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 我只知道JJ的豆浆油条 哈哈哈哈 Germont骂你 为什么 她叫你用纯正的华语 什么叫叫叫叫叫叫 可是讲讲你很可爱 用方言 主要说以前有一块钱租下摊位的 嗯 是吗 是在哪里 好像有报道过 是不是牛车水还是哪里 我忘了 嗯 OK OK 中节讲 因为没有请风水先生来看风水 所以可能要放一些风水的 嗯 我发现我电脑拿太高 看不到我自己 哈哈哈 可是拿太低我都戴眼镜看不到 这样 哈哈哈 哈哈哈 这样你要zoom in 吗 哈哈哈 嗯 这个是hello 这个是laptop 不可以zoom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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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所以这是今天 呃 西亚要分享的三则新闻 西亚要分享的三则新闻 好